《白天》 初初做班牙的時候 全部都是一樣的 白色就精到40度以上 就是音樂一樣的 到後期是讀書、看書 首先分開不同的類型、原材料 然後就做樣做樣試 每個人每一天的時間 坐在那桌上喝過一杯 調酒師的心情都會不一樣 所以喝酒其實好看 酒腳的關係都好 當客人來到會 看看他到底是否成了發味 他的行為表情 他到底是甚麼心情 都會觀察一下他會不會有 想要一些消耗的東西 不開心的人喝甚麼酒 我覺得好看這個不開心的人 首先他是需要些甚麼 你知道有些人喜歡不開心 是聽他說的 有些人不開心是喜歡 不要理他 有些人不開心是喜歡自己發洩的 其實我覺得酒入面也是一樣 大老一點 我就會做些比較偏闊 但是順滑一點 耳入好一點的東西 酒精度會在中間是很濃 生氣的人我普遍都會調些油氣 還有酸度可能會比較高 有些好像喝完會很舒服的感覺 那種感覺 調酒師的身份 其實就可以說 類似醫生 只不過是拿出來的 是酒不是藥 但是如果再貼一點 我覺得是藥劑 好像把八指櫃裡面 調配成一份藥 拿給對的客人 是藥的 帶來霸面 迼敦 同一個 pää 還有цій